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上他的教育家孔子带领他的学生去周游列国 积极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和改革理想 今天傍晚能赶到城里吗 灰禀先生 前面还有三十余里 加把劲会赶到的 紫冲 快去搬石头 孟庆 你再去挖些土来 石头来了 好 一块去吧 这城楼太棒了 快去吧 孩子们 快闪开 闪开 孩子们 快 停车 快停车 停车 快停车 你这孩子就不害怕车子把你碾死吗 你们的车子为什么要从我们辛辛苦苦修筑的城楼上碾过去 太不讲道理了 这世上还有王法吗 城楼 你说的就是那些破玩意儿 不许笑 快下车 赔礼道歉 听见没有 快赔礼道歉 嘘 别吵 你们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吗 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孔夫子 我说孩子们还不赶快上路 圣人 听说圣人无所不知 今天我倒要请教请教 这是怎么回事 你慢点 圣人下车了 先生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有什么问题 请说吧 太阳早晨从东边升起 中午到头顶上 是早晨的太阳离人近还是中午的太阳离人近 这孩子 以你之见 我说早晨的太阳离人近 因为距离近看起来才大 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的太阳看起来小得多 所以说它远 是这样吗 对 说的对 可是中午的太阳烤得人满头大汗 早晨的太阳看起来红彤彤的却一点也不热 大家知道 人和火炉是越近越热 远就不热了 所以中午的太阳离人近 早晨的太阳离人远了 对 说的很有道理 这就怪了 开始我说早晨的太阳离人近 您说对 现在我说中午的太阳离人近 您也说对 请问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 这 是啊 到底是哪种说法对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实在说不清 您不是个有学问的大圣人吗 圣人怎么会说不清呢 大圣人 快说 快说 圣人也有弄不懂的问题 好孩子 你真聪明 你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叫巷陀 他是我们的小先生 我叫你瞎说 原来大圣人也这么谦虚 好吧 今天不考你了 走 走 多聪明的小巷陀 真是厚胜可畏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圣人也不例外 学海无阳 只有谦虚好学才能增长知识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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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